我是新電細胞編輯吳季欣 現在已經是早上8點51分 5月最後的一天 2009年 我在新電細胞編輯室 我們現在最六四運動的 反省 主要就是到群眾運動 到了跟軍隊衝突的時候 就遇到的問題 就是天安門的學生 在我們的了解是 並沒有對人民解放軍 採取行動 但是有一些人 為什麼那時候會有一些人 對解放軍的坦克車進行攻擊 攻擊的幅度不大 但是我們看到電視上面 只有幾台坦克車 遇到事情 然後有人建一些 街上面建一些障礙物 據說是有幾個私的部隊 人民解放軍的部隊 到北京城 針對群眾運動進行鎮壓 某些上面當然是 報道上 新聞報道是說 解放軍是用野戰用的 對付敵人的子彈 就打母彈去發射 那事物證明是有幾百個學生 這傳說是幾百個學生 糜爛 就是受難 就在於是群眾運動的 跟政府雙方面 沒有很成熟去處理這方面問題 那韓國的話 他們1980年發生那個 發生那個 光州事件的時候 也是海軍戰隊下去殺人 就殺了一百多個人 那時候也是 就是會有過激反應 那像台灣的話 美島事件的時候 政府他們就稍微有一些經驗 他們憲兵跟軍警 打一打 還有人民抗爭的時候 拿棍子打一打 基本上沒有用到槍彈 那後來的話 我在台灣看到 後來就是 看到就是 89年群眾運動的時候 在中午前面 基本上面 台灣已經開始訓練一些 那個 所謂的right police 就是 就是有一些警察 證報部隊 他們有證報裝 就跟南韓 後來跟南韓學的 穿皮衣 有拿棍子 然後也拿盾牌 這樣子 他們在軍隊 那時候我在當兵 我記得 1988年 展軍我死掉的時候 我們記得在野戰士 有訓練小部隊 證報 就BBB BBB 這樣子吧 BBB 然後在台灣的話 1988年 發生520 農民抗爭運動 聽說是 有一些人策劃 那時候我看到的景象是說 還是用警察部隊 警察部隊來抵抗群眾運動 大規模的那個警備部隊 那個是非常大規模的震動 然後再來看就是像我們最近看到 像台灣的這個319 幾年前的2004年319 那這把警察動員的話 也是數量很龐大 不過現在都是拿木棍 拿盾牌 然後等群眾運動 逐漸退去的時候 才動手嘛 基本上沒有用槍來對付 那紅三軍時候 後來是說紅三軍在集結的時候 就憲兵他們就有配備槍支 不怕流血衝突了嘛 就會有這樣子的恐嚇作用嘛 所以在政權的話 不管統治者怎麼變 群眾運動的時候 會遇到就是說 你如果要革命的話 就一個國家像緬甸 緬甸最近的那個震爆 連緬甸正常差的國家 他們也是部隊上街去殺人嘛 然後泰國這支也是啊 泰國的部隊比較節制啊 使得人少嘛 使得人少 緬甸他們部隊比較不知道節制啊 有時候亂打亂殺的嘛 死亡人數都不是很清楚啊 那幾個就震爆事件上面的影響嘛 那台灣的話 現在一般說起來就是 政府當然非常節制啊 盡量都不會用槍支來對付群眾嘛 不然是國民黨群眾或民進黨群眾 在做那個受運動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會這樣做了 在中國大陸的話 現在是就是看到就是西藏嘛 西藏軍管的狀況嘛 我們從那個一些新聞畫面上面看 也是部隊也是帶槍嘛 軍車上面帶槍 這個模式上面 他們可能就是說群眾跟政府之間 運動的關係 就他們要怎麼樣調整的問題啊 就是用槍支是不是可以節制啊 或者子彈可不可以用麻醉彈 這是很重要 或者用橡皮彈嘛 像以色列以前在巴斯坦 就很喜歡用橡皮彈嘛 這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的工具上面的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新電細胞編輯武器新 在台灣台北新電視 可以做的報導 謝謝